好早安 发言者 我们要带你从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讯息再做关注跟掌握 现在留意的消息还是跟美元有关 像这个美元指数收盘已经突破了100点的整数大关了 创下12年的一个新高 但是美元越涨这倒是引发了投资人的不安 因为担心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的一个出口问题 再加上联准会即将在19号的凌晨要公布货币决策 虽然这次的会议是确定不会立即升息的 不过市场预期这个会后的声明会拿掉耐心评估升息时机的措辞 那也给予费的最快在6月升息的弹性空间 也就是说就算这次不会那下一次不见得不会升息 那这样的一个预期拖累了美国股市是只有费半指数了一手红盘的 到处的部分受到了IBM 托可乐这些消费类股的领叠 指数是呈现了开低震荡 收盘跌145点收在17749点 那跌幅有0.8% 目前是失守了在季线的一个关卡 那些指数则受到了Google Tesla 苹果的拖累 指数收低0.4%收在4871点回测季线 背板指数由云就举跌反弹 再加上即将合并的菲斯卡尔跟恩智普同步大涨将近6% 创下历史新高 利多消息推送了背板指数逆势上涨0.7% 收在707点挑战月线 表普把指数收盘是跌0.6% 收在2053点目前失守了季线的一个关卡 中央成分果部分先看到的是苹果了 这个Apple Watch的最高阶表款 每只要价高达1万美元 折合台币30多万 再引发了一个市场的讨论 目前看起来是Apple Watch推出之后 好像贬多于包 主意的声浪 大于赞同的声浪 那苹果也说了 这个专家也说了 这个苹果的Apple Watch是大众化的产品 不像劳力士等等精品 恐怕难以成为值得投资的表款 所以看起来这些市场的声浪 又拖累了在苹果股价 上礼拜五出现了开高之后的震荡压低 收盘跌0.6% 回测是前一天的红K棒终止位置 另外这个并购消息留意到的是恩智浦 它积极布局物联网 而且持续的并购来扩大它的产品线 在这个月初才宣布以118亿美元 收购Facecar 上个一半又在宣布 它将收购英国安全连结技术的供应商雅典娜 短短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两项大的并购案 恩智浦部分股价反应继续是比较正向的 收盘大涨了6.18% Facecar也同步是上涨5.8%的 这两家公司受到这些并购消息激励已经同步都创下了市挂牌的新高 好 再看的是Tesla 它订下了2015年全球的销售额达到5.5万辆 年成长幅度将近74%的目标 上礼拜我们又再跌了1.2% 股价创下是10个月的一个新低 这Tesla股价近前走势还是相对比较疲软的 开国A价部分特别留意是台积电 传出获得七成苹果A9处理器订单 A价又连续三天上涨了 上礼拜五收高1.4%挑战时日线 而日月光的部分尽管有日系外资看好 它会受惠于Apple Watch的推出 不过股价连续三天 涨多压回 A价收跌1.8% 失守的是月线的一个支撑 好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故事了 受到了欧洲央行实施量化宽松的影响 这个欧元对海美元上礼拜五失守了1.05的大关 创下12年的新低 那这也激励了出口肋股转强 德股发股续创波段新高 那三大主当中所英国股市是收黑的 德股部分收高0.87% 收在11901点 再创历史新高 英国股市下跌0.3% 收在6740点 回测年限支撑 报告股市是涨0.4% 收在57010点 创下的是6年半的新高 好 再看到商品期货了 美元局数创12年的新高 这拖累是国际油价走跌 纽约油期货收盘是大跌 4.7% 收在44.8美元的价位 那即将回测是1月28号创下的波段低点 44.45美元 而另外呢 投资人观望 这个礼拜的联种会利率会议 金价小奖0.04% 收在1152美元 这最新的商品报价 带您来做关注跟掌握